www Hello 大家好 我是魏逸 今天已經是 最後一次 早上衝浪了 意思是 要準備回台灣了 今天中午就要 去機場 然後 準備搭船 不是搭背機回去 所以這是我們最後一支傳送 然後想跟大家說的是 其實應該蠻多人期待 可以拍到許多衝浪的畫面 但是真的很難 因為我們都在船上面 船很晃啊 用相機也不好拍 用空拍也不好飛 所以就真的是 衝浪的畫面比較少 我又想要多花很多的時間練習衝浪 所以也沒辦法拍照太多 就是很抱歉 讓人想看的 看不到 但是我覺得西亞高它是一種衝浪生活 它的浪就真的是 你說有多好呢 可能我們不是在浪季 沒有辦法看到真正的那種 很大的尺寸 然後很捲很捲的那種浪 可是它就是 在這個時候很像台東的這種浪 很舒服的浪 然後每天都是這樣子享受一種生活 而且對於 對於出國衝浪來講 西亞高的衝浪的經費 應該算是相對比較便宜的 然後 我也準備要下水了 我很想咬著GoPro下去 但是 浪有點大就會 你知道 會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所以 很難 好 那就 我先下水 然後等一下起來再說吧 可以 可以 他現在就扔掉 我可以 他會把那些水 還有好水 在那裡 斂不下水 他會直接體驗 在打包了 在打包要玩具了 要玩具嗎 我不要玩具 嗯 接手可樂在哪些男子 有嗎 還是在哪邊而已 你當瞎 搶短板的浪啊 欸長板只有我一個 哇賽 3 2 3 YEAH YEAH 嗨 掰掰 謝謝 謝謝 再見 掰掰 掰掰 喔我還有住下來掰掰 掰掰 嗨 哈囉 現在 我人在素霧機場 那 今天的行程呢 就是 早上去衝了一個浪 很久在那邊看秀 就是看大家在專館 四五個厲害的人在專館 然後 中午就差不多 整理行李呢 就準備前往西亞高機場 轉機到素霧機場 然後 剛剛晚餐去吃了一個Pizza 現在就到素霧機場等 等這個 半夜的半機 所以還有 四五個小時要帶來機場 所以我就找了一個角落 想要來好好講一下 這一次來西亞高 衝浪旅行的心得 我這一次呢 其實花了十天的時間 那扣掉前後移動日的話 待在島上應該是八天整 那 總共的花費呢 我花不到兩萬元 實際上 我花了多少 我有點忘記了 但是我總共花了三百五十美金 所以 換算現在的匯率是 一萬零五百元台幣 所以我總共 生活費花了一萬零五百元台幣 所有的機票來回 加上 郭運行李 花了六千多元 花不到兩萬塊對不對 好 那這是我所有的花費 能 晚上十天的地方 花不到兩萬塊 我個人覺得是蠻值得的 那再來是 關於西亞高 衝浪的部分 我們就住在Cloud Night這邊 Cloud Night這一區 它的浪點非常的密集 就是你可能騎車 十五分鐘左右 然後再搭船什麼什麼的 可以去到很多的浪點 所以它在這一區 有非常多浪點可以選擇 然後是非常的方便 有右跑浪 左跑浪 大浪 緩浪 順浪 其實都有 那實際上衝起來的感覺 我們現在其實待的不是浪季 所以浪沒有想像中這麼大 就是可能沒有那種兩人 兩人半捲浪啊 沒有大概其實就是一人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比較舒服的 衝浪的話 可以選在我這個時候 三月的時候 或是二月到四月吧 好像都不錯 然後聽說 夏天是非常炎熱的 然後如果你想幹大浪的話 那就九月十月的時候來 是他們比賽的時候 絕對可以幹大浪 幹到爽掉 這是衝浪的部分 那衝浪的部分 我就真的沒辦法拍東西 這是太難了 所以下次我如果有來的話 我一定會找一個幫手 來幫我拍影片 好然後還有再來是 住宿的部分 住宿我是住在小韓他們家 然後他們家現在經營民宿 他嫁到西亞高 然後他老公是一個衝浪選手 那小韓就是第一位 嫁到西亞高的台灣女生 然後在那邊擁有一個民宿 然後做衝浪導遊啊 然後還有一些跳島的行程 然後我們就住在他那邊 那住宿上是非常的便宜 一天換算台幣背包房 才兩百四五十元而已喔 這就是住宿的部分 那住宿的話 我覺得是蠻舒服的 所以我覺得住宿的話 我個人就推薦小韓那邊 畢竟他是講中文 然後可以很有效率的溝通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 比較方便啦 然後要找導遊 要跳島 要什麼行程 他都可以幫忙處理 所以很推薦給大家 小韓IG搜尋小韓 下面這個應該就會有了 好 然後還有再來是吃的部分 吃的部分我覺得 確實吃的部分不是那麼好 是跟台灣的食物是蠻有落差的 但是這邊因為我們在這一區 是非常多的美式餐廳 所以是可以吃到不錯的美式食物 但價位上就跟台北市吃東西差不多吧 沒有特別便宜 所以美式上面是比較是 比較稍微有點失望一點 食物部分 好然後再來是 行程的部分 這一趟呢主要就是衝浪嘛 那他還有一些跳島的行程 就是觀光景點 那觀光景點能去的地方很多 其實最有名的好像什麼水母湖啊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都沒有去到 因為好像沒有開放 水母湖有開放 但是去要三個小時 回來也要三個小時 太遠了 所以就放棄了 然後有去到那個 NICK Island 還有去到 DACO Island 就是一些跳島的行程 那是非常推薦 我覺得可以安排一天 那費用就是一千塊 一個人一千塊 一手 所以還好 然後因為有附大廠 所以就覺得還蠻值得的 一些觀光的行程 就是看大家想不想去 那我個人就是 因為愛衝浪 所以來到這邊就只想衝浪衝浪衝浪 好不好 所以每個人的需求不一樣 但他絕對不會只是 只有衝浪的一個島 他有很多地方可以玩的 所以非常適合不衝浪的人 也適合很愛衝浪的人 好 關於太陽的部分 一定是曬到炸裂 曬到炸開 所以防曬都沒有用 那來這邊就是 準備黑一兩個色階 是肯定跑不掉的 這點就是 沒辦法 那邊真的太陽太大了 我覺得 這一個島啊 他蠻特別的 他是一個 真的是發展成 完全的一個 讓人生活的一個道路 然後這邊的當地人 真的是非常厲害 更不用說衝浪教練 每一個的衝浪水準 水平真的是 技術高超 然後小孩子 三歲就開始衝浪 十歲的時候 已經在那邊水滑甩的 乱七八糟 飛來飛去的都有 那這趟行程大概就是 這樣子的心得 那希望接下來 可能會去其他什麼木島啊 或是再去一趟巴厘島衝浪 然後 整個衝浪可以進步 謝謝大家收看 這一系列的影片 那 我希望接下來 如果有機會再拍 這種系列的話 就是可以 認真拍 然後拍得好一點 好 那我就 慢慢等機 然後休息一下 今天就到這邊啦 所以各位 拜拜 下次見 我是AX 威夷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 與分享喔